他很晚才归顺礼堂政权 可是为什么在零严格武将中 他竟然排位第一 传说中的他和历史上 真实的他有何区别 在著名的玄武门政变中 他又究竟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我是换之 我们的节目正在今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说起大唐的零严格 很多人马上会想到 二十四功臣图谱 那是唐太宗晚年的时候 为追随他一起开创基业的功臣 弄出来的一个荣誉榜 光荣榜吧 这个榜呢 当然是按照唐太宗心里面 他认定的功劳大小排位的 好 那么问题来了 在二十四功臣当中 武将有十二人 而您注意到武将当中排第一位的是谁吗 竟然是玉池靖德 可能我说这个话 会有不少人感到不舒服 因为在民间玉池宫的这个名头 真的是太响了 他的故事更多 什么大战王天龙啊 镇前三多朔 栗战秦书宝 罗马救秦王 等等等等 是吧 可是问题是即便如此 对于玉池宫能够排名 零严格功臣的武将第一位 却依然有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奥秘 为什么呢 首先 民间故事虽然很精彩 可是我们知道啊 那仅仅是故事 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啊 换句话来说 所有有关玉池宫 玉池靖德的故事 您不能全都当真啊 其次那就是 跟林严格的其他功臣相比 比如说我们节目刚刚讲过的秦琼 他排第几名啊 秦琼排倒数第一啊 而玉池宫还是秦琼的手下败将 他凭什么就能够排武将之首呢 最关键的是 玉池宫有一大短板 那就是他祥堂的时间很晚 这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他是怎么祥堂的 话说当年瓦钢众英雄 投奔秦王李世民麾下之后 李世民大举拉开了统一中国的帷幕 当时他的第一战打的呢 是河北豪杰刘武周 对于刘武周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此人原本出身富豪之家 随大爷十三年眼看天下大乱 刘武周觉得机会来了 他便杀死地方官 诚实而起 成为了一方军阀 后来另一个军阀 宋金刚投奔于他 更让刘武周是如虎添翼 为什么呢 史料记载 宋金刚此人是足智多谋 很善用兵 更重要的是 宋金刚投奔的同时 为刘武周带来一员虎将 谁呀 正是御痴静德 而宋金刚和御痴静德的到来 让刘武周开始信心爆棚 准备扩张了 而且他们在攻打山西的时候 甚至先后击败过裴继 和李元吉率领的唐军 那可是威震一时 明白这个概念了吧 秦琼 程咬金 徐茂公等瓦钢英雄 陆续加入李唐阵营之后 御痴公呢 那还在跟李唐政权 在打仗呢 是敌人呢 那么他又是怎么归降的大唐呢 这个事儿说起来很有戏剧性了 史料记载 两军对阵之初 御痴公连败唐军几元大将 不仅打着唐军是连退十多里 甚至还俘虏了唐军的大将唐俭 当然之后御痴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李世民派出名将秦叔 民间说的御痴公立战秦叔宝 就是这个时候上演的 那么他们大战的结果如何呢 当然是御痴公大败呀 死伤两千多人呢 再之后 李世民大破刘武周宋金刚 并且把御痴公包围在了一座城池当中 注意了就在这个档口 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怎么回事啊 刚才说了 唐军大将唐俭 本来是御痴公的俘虏 可是这个唐俭呢 又特别能忽悠 手上不行 嘴上行啊 以俘虏身份去见御痴公 一通道理说下来 竟然把御痴公啊 说对吗 御痴公不仅放了他 还乖乖跟着他 归顺了唐朝 御痴公前来投奔 可以说林烟阁二十四功臣 御痴公祥堂 那差不多是最后一个 而您想啊 归顺的时间晚 立功的机会 那自然也就少啊 可问题是 归降最晚的御痴公 在林烟阁武将功臣当中 又确实是排名第一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 史学家通过史料分析出了 哪些重大秘密 先说御痴公归降之后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件根据史料记载 对于御痴公的归降 李世民很高兴 他立马下达了一项命令 让御痴公的军营 跟自己的军营混杂在一起 不过史料还记载 对于李世民的这个决定呢 很多将领表示很担心 怕不安全 因为当时御痴公是真详还是假详 大家心里没底呀 可是对于大家的担心 李世民一笑带过 他说 李世民这话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个典故 所谓营王指的是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没当皇帝之前 他的封号就是营王 而在那段时间刘秀有一个习惯 每当抓到战俘 他总是会去跟战俘聊天 谈心做朋友 结果很多俘虏 从此就死心塌地的 跟着他为他效力了 李世民说 他学刘秀 所以不能够怀疑御痴公 再来说另外一件事 没过多久 御痴公手下有个将领 叫做循相的 再次叛逃了 结果引发唐军一片哗然 唐军当中有人就担心了 既然手下能跑了 御痴公会不会也跑 于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御痴公就给捆了起来 然后跑去集体劝说李世民 说御痴公手下这些人不安全 不安心 干脆咱们为了省事 一起杀了算了 那么李世民是怎么处置这件事情的呢 史料记载 李世民说 我的看法跟你们不一样 假如御痴公想叛逃的话 他能跑在他手下的后边吗 既然他没跑 那他就是真心归顺 说完李世民马上就下令释放御痴公 而且还送上很多金银珠宝 给御痴公赔罪 说虽然我知道你是真心归顺的 但是如果说哪怕你有一点点想走的意愿 我不拦着 你可以拿着这笔钱 拿完钱再走 算作我给你的路费盘缠 这两件事情不仅说明唐太宗李世民 那是一个打感情牌的高手 通过以心交心来赢得他人的支持 同时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 李世民对御痴公 那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否则他也不至于对御痴公这么另眼相待 对吧 那么御痴公到底有什么优点 什么能耐 会让李世民对他如此之重视呢 史学家认为御痴公主要有三个优点 第一 他武艺高强 根据旧唐书御痴静德列传记载 御痴公从小熟悉鞍马 骑术很高 并且非常善于用朔 不仅如此 御痴公还有一项绝活是其他人很难相比的 那就是避朔而夺朔 朔是一种很长的毛 隋唐时期骑兵常用这种兵器 但是这种兵器因为太长了 一般人很难将它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而御痴公是各种高手 民间传说的镇前三夺朔 说的就是他的这个本事 当然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显示出他的武功之高 咱们再说一个时政 史料记载 打败刘伍州之后不久 李世民率领唐军转战中原 与占据洛阳地区的王世冲展开了战斗 当时李世民率领了几百个亲兵 包括御痴公在内前去查探敌情 可就在此时敌军也发现他 王世冲手下大将单雄信 便率领一干人马火速将李世民这支人马给包围了起来 熟悉随唐演义的朋友肯定知道 善雄信原本就是瓦钢英雄啊 是当时天下有名的好汉 武功相当高强 可是没想到面对御痴公 他的战力啊 那就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史料记载 两个人交手仅仅几个回合 御痴公就一枪将善雄系刺落麻将 然后一通冲杀 带着李世民杀出重围 打得王世冲的军队是溃散四逃 那么再说 御痴公的第二个优点 他忠心呢 根据史料记载 御痴静德虽然武艺高强 但是也仅仅只是将才而已 而非帅才 为什么呢 因为此人是直性的 没有吸鸟儿 尤其对李世民呢 那是忠心耿耿 说一件事 在玄武门事变之前 其实不论秦王党还是太子党 他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在干嘛呀 挖对方的墙角 当时秦王李元吉就派人 带着很多金银财宝来收买御痴公 那么面对李元吉的收买御痴公 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 我当年尾身敌营 罪不容赦 是秦王救了我 所以我为他效力 而我在秦王那里没有任何的功劳 秦王这样赏赐 我内心很不安 如果我为了这些金银财宝 就投奔秦王的话 那我就是见利而妄议的小人 而秦王用着这样的小人 大概心里也不会疏忽吧 就这么一句话 这个逻辑很严密啊 把秦王噎得没话说 不仅如此吧 御痴公紧接着又把这件事 报告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就夸奖他说 宫之素心 欲如山月 积金制斗 致宫情不可依 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很重心 敌人就是把金子堆得像北斗星那么高 也售卖不了你呀 再说御痴公的第三个优点 他待人宽厚 实际上记载 御痴公这个人呢 虽然名气很大 官位很高 但是他这个人把钱财看得很大 皇帝赏赐他 很多金银财宝 他往往随手就赏给了部下 不仅如此 玄武门事变之后 李世民对太子和齐王一党痛下杀手 包括太子和齐王的子嗣都被他杀光了 受牵累的 还有一百多家也要满门抄斩 可就在紧要关头 御痴公站出来说 这些人只是为刑事所迫 他们的家人与此无关 而李世民呢 也敢于御痴公的宽厚 就赦免了这一百多家人 另外 御痴公的宽厚 还表现在一个地方 那就是糟糠之气 不下唐 史料随唐佳话记载 有一天李世民对御痴公说 朕将嫁女与卿 趁一否 说是李世民想把自己的一个女儿 许给御痴公 御痴公怎么回答的呢 臣妇虽卑陋 亦不失夫妻情 臣美文说古人欲 妇不亦妻人也 臣妾目之 愿庭圣恩 然后叩头谢罪 皇帝的女儿都不要 就因为他要做一个仁义君子 史学家研究认为 正是因为御痴公的这些优点 让唐太宗对他格外的赏识 当然 对于林燕阁功臣榜赏识 只是加分项 根本的还应该是功劳大小 那么最晚加入 李唐势力集团的御痴公 他又到底立过哪些功劳 以至于唐太宗对他如此厚爱呢 咱们下句说 在玄武门之变中 他究竟有哪些突出作用 作为政变的主要功臣 他为何差点让唐太宗动了杀机 而最终在晚年 又是什么让他在唐太宗心中 重回了武将第一的牌位呢 将一些卫视经验团体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从史料当中来看呢 唐太宗李世民对御痴公另眼相看 是御痴公位列林燕阁功臣榜的原因之一 但是御痴公之所以能够排在第一位 武将里面的第一位 还是因为他的功劳大 那么御痴公最大的功劳在哪呢 史学家认为啊 御痴公对于李世民而言 他最大的功劳还在玄武门之变 根据史料分析 在那场著名的政变当中 御痴公有三大作用极为突出 哪三大呢 第一个作用 促决策 话说事变发生之前 秦王党和太子党矛盾一触即发呀 因为当时太子和齐王这边呢 要借抵御突厥之机 把御痴公等人调到他们的会下去 然后找机会把他们全部干掉 这个消息让秦王府是大为紧张 这也是促成玄武门事变的直接原因之一 不过当时形势虽然十分危机 可就事实而言 李世民本人对于政变一事 但是态度呢 起初并不坚决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当时一直坚定劝说李世民搞政变的 长孙无忌算一个 房玄灵算一个 而在武将当中 御痴公 御痴静德 也是态度最坚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史料记载 对于发动政变 李世民起初很犹豫 他犹豫的主要原因是 手上的军队不足 因为太子有禁卫军 秦王府只有一点点辅兵 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但是长孙无忌透露的一个秘密 最终让李世民下了决心 这个秘密就是 御痴公在外边 训练了八百勇士 注意啊 在御痴公去世之前的史料理 是没有这个记载的 而他死了之后 史官才把这件事情 写进了他的传记当中 这说明在很早以前 御痴公就是铁了心 支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 这一点 秦琼他们没法和御痴公相比 再说第二点 跑外秦 政变之前 太子和齐王耍阴谋诡计 把李世民手下的两个重要谋臣 房玄陵杜如慧 给赶出京城 等到决定政变了 李世民急需这两个人出谋划策 于是他派人瞒着朝廷 去把这两个人给接回来 注意瞒着朝廷召回驻外大臣 在唐朝这算是谋反之举 要杀头的 而冒着生命危险 去办这件事情的是谁呢 一个是长孙无忌 另外一个则是御痴公 而您不知道的是 临行之前 李世民给了御痴公一把刀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一项秘密任务 如果两个人不回来 你干脆就把房杜二人给杀了吧 那众所周知 后来房玄陵和杜如慧 接到李世民的密令 二话没说 化妆成道士 连夜出发 悄悄前回京城的秦王府 最终促成了政变的成功 那您想 如果没有御痴公带着刀前去 事情会不会这么顺利呢 至少 即便是房玄陵和杜如慧 有所犹豫 御痴公也是让他们 打消犹豫的重要因素吧 好 再说第三点 玄武门决战一线 根据史料记载 玄武门事变那天呢 御痴公始终紧跟着李世民 当时秦王已经买通了 玄武门职守的将领 带着九个人 全副武装埋伏到了 玄武门内的小数林立 而太子李建成和其王李元吉 一踏进玄武门 李世民首当其冲 跃马而出 一剑就把太子李建成射落马下 旁边的李元吉一看情况不妙 侧马就向东边的树林里跑 李世民在后边是紧追不舍 不料就在此时出意外了 李世民被树枝刮了一下 从马上掉了下来 李元吉回头一看 又机会来了 他跳下马冲过来 要夺李世民手中的弓 想勒死李世民 注意啊 史料记载 李元吉也是一员大将 手劲特别大 以当时的情形 李世民是打不过他的 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 只不过就在此时 一个人的到来 迅速结束了这场危机 来的是谁呢 正是玉池公 话说当时 看到李世民落马 玉池公策马急冲而来 还没等李元吉勒住李世民 玉池公就一刀 截过了李元吉的性命 这还不算 当太子党这边的人 听到消息带着两千纪卫军赶到玄武门 和秦王党的人在门里门外展开激战 并且很快打得秦王党难以招架的时候 又是玉池公 一刀砍一下太子李建成的头颅 然后跑上城楼示众 顿时让太子党的人 失掉了人生目标 一哄而散 事情还没完呢 紧接着还是玉池公 全副武装 跟李世民一块 觐见老皇帝李元 而您知道当时什么情形吗 一开始李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秦王李世民进来 还在那问 太子和秦王在哪啊 这个时候李世民抱着他爹 一个劲的嚎啕大哭 而玉池公可不管这些 粗声粗气的吼道 太子和秦王作乱 秦王已然诛杀了他们 而您想想听到这个话 再看玉池公一身是血 满脸的怒气 谁敢不支持李世民呢 旁边的人立马表态 皇上既然太子谋反 而且也被诛杀了 那就赶紧立秦王为太子吧 可以说呀 在玄武门事变当中 正是玉池公起到了 一锤定音的作用 所以呀 要论整个事变的执行环节 玉池公那绝对的首席功臣呢 那么在林延阁二十四功臣当中 玉池公之所以能够位列武将之首 是不是就因为他在玄武门之变的功劳呢 仅仅因为如此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过怀疑 怎么呢 根据史料 玄武门政变之后不久 李世民顺利继位登基 而对于支持他成功政变的一英功臣 李世民当然也是恩赏有加呀 玉池公这个时候可以说达到了人生的辉煌顶点 但是没过多久 玉池公却因为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 惹得李世民勃然大怒 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这还得说玉池公啊 他是一个性情众人 他缺少比较深的城府 话说这个李世民登基之后 因为巨大的荣誉 玉池公啊 有点迷失了 找不找北拉 他觉得在李世民继位的过程当中 自己功劳最大 飘了 傲娇了 觉得谁都不如他 尤其是那些文臣 他认为那些人只会耍嘴皮子 动笔杆子 全是光说不练的人 所以在朝堂之上 他的话总是横得出来 经常跟长孙无忌 房玄陵 杜如慧这些人吵架 最后把唐太宗啊 给惹毛了 一气之下 把他逐出京城 放了外任 到外地去当都督 过了不久之后呢 又任命他当了同州刺使 按说把他这样的功臣外放 就已经是警告了 可问题是这玉池公啊 不以为然 毫不收敛 结果就犯了大事 什么事呢 话说有一天 唐太宗请大家吃饭 玉池公呢 也去了 那么多人呢 就要排坐次嘛 是不是 玉池公当时的坐次 并不是很靠前 结果对那些个 作为靠前的人 这玉池公啊 用取义的话来说 那是一位猛状人 当场就找茬开骂 看到玉池公这个样子呢 当时皇家宗室江夏王李道宗 就劝他 说你不要这样 你看我 身为皇室啊 宗室的王爷 当年在战场上 也是有功之臣 不也没做第一个吗 这话不说还好 您知道玉池公当时什么反应吗 非但不听拳 还动起手来了 反身一拳 正好打在了李道宗的眼睛上 差点就把这王爷的眼睛给打废了 就这一下啊 所以说不能轻易动手 动手事大 是不是 李世民呢 是真火了 把酒杯一吨 啪 说了一番很重的话 他说 真懒汉史 见高祖功臣 获权者少 异常有之 什么意思啊 我看汉代历史啊 我总是很遗憾 当年汉高祖刘邦 为什么要杀功臣呢 所以我当了皇帝之后啊 我总想保全你们这些功臣 可是今天这事儿让我是明白了 杀功臣也不光是刘邦他个人的原因 言下之意就是说 很多功臣被杀呀 其实是你们自己鞠躬自傲 造成的 这话说得很重了吧 换句话来说就是 你可不要逼我对你下手 那么唐台宗既然对玉池公有如此的不满 为什么事隔多年之后 还依然把他排在林延阁功臣榜的武将之首呢 再来说史料 根据史料记载 自打被唐太宗严重警告之后 玉池公啊 哎 他听进去了 完全变了一个人 不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而且和其他朝臣也绝少交往 甚至在贞观十七年年初 他还以年老为由 向唐太宗递交了辞呈 很显然是唐太宗那番狠的话 触动到了玉池公 或者说敲打有效 才让他彻底改变了 而史学家认为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改变 最终呢 才让这个唐太宗李世民 把玉池公排在 林延阁功臣当中武将第一位 因为玉池公忠心耿耿 性格直爽 只有他才是唐太宗 可以完全掌控 并用得最顺手的那把刀 您说是不是这样的 好 今天节目就这些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江西卫视经典团期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欢反 distribution bye quin家打键浇 testosterone 欢 Ze